我就要死了 大爷啊 把你的泡泡糖给我吃一点 你也太小气了吧 多给点 毛骨头 是我好了一百分 他没一奖励给我的 我要省着点吃 什么奖励给你的 推都给我 毛骨头你不能这样 这是我的 王大爷你推我 好痛 毛骨头没事吧 啊 奶奶救我 大爷要尝我的毛骨头 王大爷胆子不小啊 我孙子的东西你也敢瞧啊 奶奶那是我呢 关你的 给我扫地去别在这碍言 啊 嗯 嗯 为什么要吐出来 你们这排话糖不吐出来呀 为什么要吐出来 当然是咽下去的啊 啊 毛骨头 话宝糖是不能咽下去的 你的肠子就会被你 混 你就完蛋了 什么 哦 嗯 你怎么不早说 怎么办呀 是你太笨了 这都不知道 怎么办呀 我就要死了 你们说 我要不要告诉毛孤头 泡泡当时吃不死人的 我们一起来玩吧 行明天就要上学了 我还点作业 做完了作业才能玩 毛孤头你作业写完了吗 主业不急 你写完了给我抄就行 毛孤头 要自己完成 不就是一个作业吗 唱一下又怎么样 终于写完了 啊 啊 又说唱是吗 我就是说到课本 我的课本后面就唱课案 我给你不用一下 等就等到我作业写唱 是又怎么样 毛孤头又怎么样 啊 啊 啊 你什么呀 王太太 明天就要上学了 可是我军业还能够做完呢 毛孤头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接他抄一下怎么了 可是老师说自己也推了自己完成 可是老师说自己也推了自己完成 啊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看看这个大片 作业我给你借毛孤头抄一下 你不要上学了 我老师都要被打出本了 毛孤头 这是自己的作业 你自己完成 可是我不会写啊 可是我不会写啊 毛孤头 你坐这儿写 东门一看着你陪着你写 抄作业是不对的 每次作业都是一起小测试 我们应该独立思考完成 对呀 毛孤头 你要自己完成作业 我也在这里陪着你一起写 你又不会的 我都没一起浆语 毛奶奶 你可不可以不抽烟 太难忘了 你懂什么 香烟香烟 烟是香的 我大孙子说的对 再说了 这烟火一会就散了 就你天天矫情 可是烟火上说了 鲜烟有害健康 我姐姐的 我明天进烟行了吧 请得我抽完这一会儿 毛奶奶 你昨天不说戒烟了 你答应过我的 抽两口真舒服 这是我女儿的家 我想怎么样 用不到你一个坏人太后 我就抽 怎么拉你 大鸭 你怎么咳得这么厉害 姐姐 我喉了好难受啊 怎么突然这么严重 我来你去医院看看 你回来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大鸭是由于吸二手烟 导致的呼吸道感染 现在在住院呢 那还真是苦了大鸭了 我不是明令禁止过 任何人不得在东美小卖部抽烟吗 没 没人抽烟啊 嘿 那奇了怪了 大鸭这二手烟 到底是从哪里吸的 大鸭 大鸭 把你的书包水枪给我玩 蘑菇头 对不起 我不能给你 你总是毛手毛脚的 你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 你在我家 你的玩具都是我的 蘑菇头 你这样太欺负人了 有本事走了就别带回来 大鸭 你 蘑菇头抢走了我爸爸 买给我的书包水枪 我奶奶还让我 他也别回去了 什么 你这样 呦 野鸭还敢回来 看我今天不咋死你 就是 谁时候赶大鸭走了 蘑菇头 还有你 趁我不在 居然敢抢大鸭的书包水枪 来大鸭 这是妈妈寄给你的 限量版电动水枪 据说全球只有万分之一的人 买得起 太酷了吧 好玩吧 你妈妈说了 很辛苦的工作 就是为了给你这世上最好的 大鸭妈妈知道我们喜欢喝茶 还特地寄了我们喜欢的茶叶 看来这茶你们也不配喝了 大鸭 这个也可以喷水出来 也可以当水枪 我可以用这一瓶 换你的整套电动水枪吗 啊 不害怕 我只想听粉丝的 你们说我要不要跟蘑菇头换 不怕你看 大鸭妈妈这是怎么了 谁说你不开心吗 王奶奶 什么我说自己不会吃泡泡的 他让我会吹就生气了 救命啊 他全都泡泡了 你想干什么 哎 他死了 他去看看 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 哇 泡泡椒 这个我会吹 好吃的味道啊 毛骨头 哪里有臭味 你又小题大做 奶奶给你买了这个泡泡椒 下午传品 毛骨头你还是不要玩了 还给我 你又抢我东西 还好 又抢我孙子东西 让我让开 奶奶 这个泡泡椒一股臭味 别让了骨头碗 哪来的臭味 不管了 别管他 他都是嫉妒你 嗯 来给你 你 都好晕啊 血 都好晕啊 奶奶 毛骨头流鼻血了 血 奶奶有血 这是怎么回事啊 毛骨头怎么了 你 毛骨头吃完了 我奶奶奶的泡泡椒 怎么可能 一个小玩具 都不能害得我孙子流鼻血 妈 早就告诉过你 不要给毛骨头买三无玩具 这个泡泡椒里面 还有甲醛 等有毒气体 小朋友在吹出泡泡的同时松口 气体就会回到口腔进入体内 毛骨头这明显就有重招了 我这好心疤坏事 又害了我大孙子呀 你不把这些都是料 我带毛骨头去用 大鸭 你在吃什么 给我也吃点呗 这是奶片 可是只有最后一天啊 啥 我看你就是诚心不想给我吃 我自己去找 我没有 你还骗我说 只有最后一遍啊 这不是被我找到了吗 毛骨头 这是东北一的褪黑酥 是只让东北一晚上 失眠时吃的呀 你可不能吃啊 是不是被我找到了奶片 心虚 这都和奶片长得一模一样 还要骗我 没门 毛骨头 这奶片怎么味道怪怪的 吃新猪的味道吗 完了 妈 都没你 能不能把这些都打成奶片吃掉了 什么 这不是找死吗 来人啊 我大孙子要不行了 毛骨头 谁让你拉出我推速的 大鸭 大鸭 卡鸭 又是你害得我大孙子 妈 你先别着急打大鸭 这事还没确定呢 毛骨头都这么说了 除了他 还有谁想害我大孙子啊 小孩子肾脏功能发育不完全 千万不能随便乱吃褪黑素啊 否则对身体健康和肾脏功能直接产生不利影响啊 我不相信毛骨头说的 我只相信粉丝看到的 你们能告诉我这褪黑素到底是谁给毛骨头吃的吗 好 来了 来了 来了